你们来到南宁吃宵夜 一定要试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道老友炒面 我们炒面一般是洗鸡蛋面 酸臣 辣椒肯定要有的 还有爸爸小葱和番茄 肯定还有猪肉和青菜才好吃的 要想吃快一点就先煮面 利用纸面的时间我们来切料豆 小葱切成短 长点短点油铝结定 你想切成葱花也没什么问题 番茄要半只就够了 将番茄切成薄扁備用 辣椒其实用什么辣椒也可以 吃辣一点的同学就用辣一点的辣椒 脂肪切成薄薄的片 在饭店就会叶不下贵 在屋脊就不用叶 出口有多环境 最好衣的尾革 先配给到叶开 香到 materials 没有揉到片子 手影 放аров 无论是老有汤粉、老有汤面、老有炒粉、老有炒面 都是需要有蒜蓉的 当然也少不了豆豉 所有的食材准备完毕 这个时候面也煮熟了 我们把面捞出来 把锅烧热 下入多一点的油热锅 把油烧至冒烟 再把油倒出来 再下一点冷油 无论你炒粉、炒面还是煎鱼 这一步都是要做的 下入瘦肉把它炒至干香 放入刚才我们准备好的老油料 用大火翻炒 把酸味和辣味全炒出来 再下入番茄 续续用大火炒出香味 再下面条 这种谁歹活高潮 还敢不就有我可以吗 面条要炒的时间长一点干一点 这样才够香 下入青菜 把青菜炒至软 最后放上葱段 加盐 生抽 少许老抽提色 开大火炒出锅气 把酱油的香味激发出来 颜色也均匀的裹在了面条上 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老油炒面 是广西南宁夜市街卖的最火爆的 酸辣开胃一盘都吃不够 最好还能配一点肉饭 更老了吗 平王 更老了是改变 改变被舍楼 更老了是改变 改变被舍楼 好 好 好